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25号星期一 中共人大政协两会继续在北京召开 人大委员长也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栗战书 他做了一个工作报告 提到了港版国安法 说人大一定能够顺利完成这次重要的立法 也就是他言外之意 尽管香港万人抗议 万人抗争 而在国际上全世界都谴责 包括台湾也谴责 强烈谴责 但是中共在内部知道这是另外一个声音 垄断千百家的媒体 报纸 电台 电视台 网站等等制造另一个声音 仿佛香港不这么做 不得已把责任都推到香港的抗作民众上完全不提之前的原因 不过让外界注意到的是 中共的七常委吓到各个组团去参加组团的讨论 还有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出席他本团湖南省的讨论 但是只有栗战书和习近平明确提到港版国安法 其他常委都三尖七口 似乎并不想当黑脸充当恶人 栗战书在说到港版国安法 这个恶法一定会顺利完成立法的时候 似乎显得很有底气 那是因为他和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做了万全的布局 会场内外里三层外三层 又是渤海湾大军演 又是调军进北京 然后又是特勤局 看住所有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通过也得通过 就跟两年前2018年强行修宪一样 而且他们会做大量的工作 来让大家通过 这个人大不仅会通过这个恶法 而且肯定会高票通过 因为他们不想出现难堪的局面 比如说在当年六四镇压之后 不久召开了人大 当时作为六四屠夫之一的李鹏就遭遇了一次难堪 因为他要推三峡大坝上马 认为是他的政治工程 政治生命 体现了一个三峡工程 结果在人大政协两会上罕见的遭遇低票数 就在人大的表决中 有三分之一的反对票 创下了中共两会的一个历史记录 说当时搞得李鹏是灰头土脸 尽管是勉强通过了三峡工程 上马他的政治工程 但是随后发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去三峡大坝 除了李鹏和他亲近的几个人之外 其他人都不去 以至于三峡大坝到最后封顶 后来执政的总书记胡锦涛 总理温家宝等人都不去 曾经当过总理的 朱镕基也不去 而总理本身是身兼三峡大坝建设小组的组长 但是朱镕基和温家宝从来不去三峡大坝 不想背这个黑锅 不想当这个恶人 所以要背黑锅 让李鹏自己去背 所以这次如果港版国安法在人大政协不能够高票通过的话 那就相当于习近平 栗战书 王沪宁等人丢了个大丑 出了个大洋相 他们不怕恶法通不过 他们怕的是在通过恶法的时候出现超出意料的反对票 弃权票 废票等等 不仅让他们承担历史罪责 还要让他们感到难堪 现场的难堪和丢丑 这个栗战书之所以跟其他常委表现不同 是非常起劲地鼓吹这个港版国安法 而且是大唱特唱 并且坚定地表示 一定要通过 一定会通过 一方面他是人大委员长 是负责这项立法 另一方面他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要配合习近平的极左路线去砸烂香港 砸毁一国两制 而更重要的是 他跟习近平一样 习近平家族和栗战书家族都在香港拥有巨大的利益 就是前几天我在节目中介绍过 栗战书家族在香港所拥有的实际利益就高达百亿以上 习近平先后到了内蒙古代表团 还有湖北省的代表团在人大里面去跟大家讨论 继续鼓吹他所谓的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所谓防疫抗疫 也就是间接继续的承认 他亲自隐瞒 亲自造假 另外他还到这些经济界跟这些代表座谈 都是不理他两个亲自 或者是暗示的四个亲自 而栗战书到所谓民建联农工党 这些民主党派 也都谈他的所谓港版国安法 但是其他城委表现各异 比如说韩正副总理 他在人大会见港区的人大代表 然后在政协也是跟什么港澳的这些政协委员去座谈 那么根据韩正谈话之后 由香港的这些左派的人大代表转化 透露了两个信息 也可以说是中共高层的一个机密 那就是有一个人叫叶国谦 他是香港的人大代表 他转述韩正的话 说这个港版安全法 港版国安法实际上不是现在才提出来 在去年十月份中共召开了一个四中全会就提出来了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 去年四中全会是去年十月份召开的 那么当时都知道 那个时候讨论了习近平的接班人的问题 但是显然习近平和习家军一方为了淡化接班人的话题 就故意把香港的问题提出来 讨论港版国安法 当时显然没有达出一致 但是提出来了 另外当时中共也没有明确的公布 之所以没有公布 是香港正处于抗争的高峰 大抗争的浪头高峰 那么中共当时应该就在盘算 因为他们在9月份和7月份 7月份在银川 9月份在武汉搞了病毒演练 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演练 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在这次大瘟疫最早出现的时候 我和很多人分析到的 中共本身就是要利用这个病毒 或者是细菌栈 或者是蒙种生化武器 在香港去制造一次 类似于2003年的SARS瘟疫 让香港的大抗争自动退潮 结果做了两次演练 还没有动手 结果在武汉失守了 因此造成了武汉的沦陷 以至于全国的辐射 当然现在也在全世界受到重创 这个时候但是大瘟疫还没过 所以中共要利用这个机会 利用大瘟疫 来在香港突然推这个恶法 所谓港版国安法 中共的算盘就是 香港人由于大瘟疫的影响都不出街 那么有社交距离 而且有限聚令 出街都要戴口罩 那么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当局算计是一个大好机会 应该说 习近平和习家军方面还算计到国际上也都处于大瘟疫 大多数国家都还处于疫情深重的状态 包括美国和欧洲各国处于疫情之中 还没有完全的解封 或者是重新开放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自顾不暇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共算计到 由于过去40年 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中共的这种练进政策 纵容政策 还有所谓的接触融入政策 把80%的医疗物资这方面的生产线放在了中国 所以现在在医疗物资方面受制于中共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是美国和欧洲采取行动的话 那么中共可以拿医疗物资 控制医疗物资 包括控制口罩 这些基本的医疗物资 或者医疗设备来反制 或者是反攻美国和欧洲 所以他认为这也是一个大机会 就是大瘟疫没过 趁美欧无法趴固 而在香港下手 另外一个香港的人大代表叫沈旭辉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教授 他在参加了会见韩正之后 又也透露出另外一个消息 所以现在中共对香港的态势就像对当年毛泽东对西藏的态势 所以毛泽东当时为了在西藏找到一个理由 撕毁17条协议 搞所谓的民主改革 就是砸烂西藏 但是毛泽东说西藏越乱越好 就是西藏不乱也要制造混乱 因此中共当时派出了大量的特务便衣到西藏去制造混乱 最后挑起了双方的冲突 就是西藏人民起义 然后中共以平暴为名 就彻底接管了西藏 而且把西藏的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赶到了印度 这一次通过韩正的放风 证明了前两天也是我的一个分析 我说现在习近平的手段 就像当年毛泽东针对西藏一样 现在习近平和王沪宁也打着改革的旗号 打着改革的巧 到香港砸毁一国两制 搞二次回归 不仅回归中国 还要回归中共 所以通过韩正会见这些港澳地区的这些所谓代表委员 就透露出这些信息 也可以说韩正似乎不好自己直接讲 让别人转告 实际上也暗示并不是他的主意 那么李克强 总理李克强 一个是到广西自治区参加人大代表团的讨论 再一个在政协参加所谓科学 科技界的这些政协委员的讨论 在讨论的时候 李克强说了句说我感到不安 他这句话说什么感到不安 具体他说的是说关于科研方面 人员编制 经费审批等等 所以有很多的政策没有落实 尽管他一再强调 说由于没有落实 他自己感到不安 但是听上去李克强是话中有话 一方面他完全不提港版国安法 另一方面他专门提到感到不安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非常罕见 因为中共一贯号称自己光荣伟大正确 没有任何人有什么不安 认错 道歉 歉意这句话 实际上应该理解成李克强是暗讽习近平 就是说习近平总是认为自己很正确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哪怕亲自造假 亲自隐瞒 从不认错 都是自己是没说礼仪 总是有礼 但是李克强主动没错也找个错来认 说自己感到不安 实际上可以说把他这个话放大了 针对目前大瘟疫他可以感到不安 也针对香港的事情他也感到不安 还有国际社会追赞索赔也让他感到不安 只是说他要找个理由来表达他感到不安 所以让他跟习近平的态度形成一个差距 就是可以看到习近平是多么的傲慢 权力傲慢 而李克强是多么的谦恭 而且是谨慎 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汪洋 他是政协主席 他那是跟什么台联 台盟 或者是台侨联 这些跟台湾相关的一些委员座谈 这座谈中他还是对港版国安法也是只字不提 他只是提到台湾方面 又提到了92共识 也提到了反台独 这是中共的老三篇 那么他在他前几天的工作报告中 这两点没有提到 算是又重新提了出来 但是看上去他宁愿提台湾方面的一些话题 也不要去碰触港版国安法 另外一个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王沪宁 是到了所谓体育界和医药卫生界 政协委员跟他们座谈 这种安排非常的微妙 因为王沪宁本来是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 这个体育界或者是医药卫生界 跟他是扒肝子打不着 但是他到这两个界 显然是座谈是经过精心的安排 因为各国都在指控中共在大瘟疫前后 首先是洗劫各国的医疗物资 然后是控制医疗物资 然后是兜售假冒伪的商品 然后以医疗物资为要挟 因为我说过欧美把80%的生产线摆在中国 倒过来给欧美造成重创 那么显然王沪宁在这样的医药卫生界 体育界的亮相和说话发话 显示他恐怕是这方面的总指挥 他不仅仅是在宣传或者意识形态当总指挥 而且在打赢这场所谓医疗物资控制战 损害西方的这场超限战中 他恐怕也是一个总指挥 另外关于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他跟虽然说他是第8常委 是打了引号的第8常委 他毕竟不是政治局常委 因此其他政治局常委都叫下团组 跟代表或者委员座谈 但是王岐山就在他所在的组 去座谈或者是发言 因此级别略低一些 就在他所在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团发言 王岐山在座谈中两次提到习核心 另外也提到四个意思 或者是两个一百年 这些中共笼统的大致的大话 官话 套话 那么被解读为一方面 可能是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有所缓和 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他是被迫表态 因为现在两会受到了习近平和习家军的严密的监控 况且今年以来王岐山可以说已经被习近平 习家军整得够呛 那么他的两个亲信都现在都被整了下去 一个是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第一时间被撤职 现在是所有的职务都被撤了 那么结局肯定不妙 再一个是他的在学生时代就是一师一友的 这个红二代人物 太子党人物任志强 因为发言批评习近平 说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 都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 谁不让他做皇帝 他就要随灭亡 结果被习近平抓起来 现在应该是还关押在北京的郊区 一个所谓市纪委的一个地方 那么王岐山还受到其他的重创 那就是在3月1号左右的时候 他以他家族为背景的海航集团被习近平下令海南省政府接管 也就是这个私营企业变成了收归国有 党有 收归习近平或者习家军所有 所以王岐山是受到一系列的重创 而且路面的机会也非常少 完全被架空 这也是国内的媒体也分析 说王岐山本来是救护队长 又是外事委员会委员 但是现在看上去都发挥不了 一方面是前段时间 说中央疫情领导小组有人推他 推他当组长 立即收到了习近平的妒忌和大卫吃醋 你没有让李克强当 也不让王岐山当 生怕功高震主 还有一个就是外事委员会 现在中共搞战狼外交 把王岐山排到一边 中共国内的媒体说 王岐山实际上是容易被西方接受的角色 说他的外交风格是在西方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现在他也完全被架空 无从发挥 所以王岐山在这样的重重压力下做了这些表态 是相当被迫的 但是他在这些表态中突然也讲了一段话 是非常出人意料 跟其他七常委讲的话 包括习近平讲的话很不一样 他讲到所谓国家治理体系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他说现代化在于制度 而制度的执行关键在于人 他说这些执行制度的人要有法治意识 法治精神 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 说是要把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结合起来 由法治形成他律 由德治达成治律 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一段强调法治的话 跟现在的香港局势形成了完全的对照 因为现在王沪宁所操纵的党媒官媒众口一次的说 现在不光说香港越来越好 而且引用毛泽东的很多话 什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什么不破不立 只有大破才能大立 好像要砸烂了香港才能够重新 所谓重建香港 按照共产党的意志 还鼓吹二次回归 香港不仅要回归中国 而还要回归中共 还没有回归中共等等 这样的话 这些砸烂性的语言可以说是破坏香港的语言 跟王岐山的说法形成了对照 王岐山在强调法治 就暗示在香港的问题上也应该强调法治 而强调社会和谐 长治久安 显然中共 习近平 王沪宁 栗战书这些极左派在香港的做法 显然是不利于社会和谐 显然也不是为了长治久安 显然是要通大楼子的事情 所以王岐山不仅只字不提港版国安法 而且其中显然暗示他对香港现在的事情可以说是不赞同 不理解 实际上就在去年香港大抗争最高峰的时候 有一回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去了深圳 秘密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结果林郑月娥第二天就马上宣布撤回逃犯条例 当时让各界非常的意外吃惊 因为当时王沪宁的文宣系统还在高调的时候绝不撤回 坚定的要坚守 似乎显得寸步不让 半步不退 结果突然撤回 现在看起来极肯那次是副主席王岐山各自个人主张 善之所为 或者说跟习近平打了个招呼 甚至说的不够清楚 结果突然撤回 实际上王岐山跟习近平的关系从那以后也就是走下坡路 以至于今年上半年突然就传出两人分道扬镳 渐行渐远 甚至出现了就是某种形式的翻脸这些程度 所以就跟那件事情恐怕也是倒火说之一 所以这就回头看 王岐山这次在湖南族的表态可以说是不同寻常 就强烈的暗示他不赞同习近平 王沪宁 栗战术 习家军这些极左在香港的做法 关于习近平现在的内外政策 尤其跟美国对立的政策 中共高层口气有微妙的不同 而且就连《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都出来放话 虽然他一方面要说要理解中美关系的变化 什么美国限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不得不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的主题或者标题却是说 很多人留恋过去的中美关系 我和尚不是 那么就显示出现在对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 显示这种无赖的心态 可以说我们就说反过来 尽管包括外交部长王毅 什么副委员长王成 什么外交部发任的口口声声的反美暂时战狼外交 但是如果中共党内有一个机会把习近平推倒 反过来批判习近平反过来 过去执政七年来的内政外交 我想所有这些人都会倒戈一击 就包括王毅 包括胡锡进 包括这些高层的人物 政治局或者是常委级别 或者是省部级 甚至于包括部分习家军 都可能倒戈一击 都可能纷纷的出来声讨习近平的极左路线 当然这个极左路线还有两个帮手 一个就是王毅宁 再一个是栗战书 那么这三个人还有他们的其他的一些仆虫肯定会受到声讨 所以只是在中共目前的态势 只是看谁势力大 谁权力大 谁的国不粗 然后大家被迫表态而已 不见得这些人的表态都发自内心 有很多言不由衷的东西 所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时不时流露出这么一些情绪 就显示他平时在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很战狼 很鹰派 很左的一些说法 实际上是银河上意而已 所以有的网民说他是叼盘侠 说他看怎么叼盘 从左边来 从右边来 他这么个叼盘 实际上他善变 反映的是中共党内官场一种集体不安 最近两天 中印边界局势进一步紧张 有中国跟印度 实际上在5月份以来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上次报道说中印士兵在边界大打出手 拳脚相加 154人双方卷入群殴 实际上后来这些国际媒体的陆续报道 显示这样的群殴还不止一起 至少两起以上 随后又发生了双方军人在加勒万河谷的严重的对峙 说当时有印度的士兵在巡逻 但是突然中方士兵说印度士兵越界 说要阻拦他们的巡逻 但是印度认为是在自己控制线的一方 说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对峙 那么到这两天 事情发生了更加严重的程度 那就是在拉达克地区 拉达克地区 那就是在中印交界 也接近尼泊尔的拉达克地区 有一叫班公错湖的地方 这里说中方已经聚集了几万军力 几万兵力 在那里重兵集结 那么印度的陆军司令 视察了这个地区之后 立即发出这个命令 叫印度士兵也重兵集结 然后调集了印度的步兵师增援 包括一万二千人的印度步兵师 紧急赶往这个地区 显示说印度跟中国可能在这个班公错湖一带发生冲突 那班公错湖据说中方控制的面积是三分之二 而印方控制的是三分之一 有一个双方的实际控制线 但是最近中方突然要求印度往后退 退出回原有的实际控制线 但是印度方面不愿意退回 那么在这个时候显然是中方采取了一种挑衅和进攻的姿态 那么中印双方打不打得起来 是真干还是假干 实际上这里关系到习近平的战略意图 我们看到习近平摆出了两个姿态 除了前段时间在南海 台海 东海不断惹事之外 现在至少有两件事 一个是砸烂 砸烂香港 再一个就是摆出要进攻印度的样子 实际上是习近平精心策划的一步 我认为他这个供应度里面有真有假 如果真的 如果是打一仗 不管是打输打赢 当然习近平可以在国内宣传 通过王沪宁的宣传宣布他赢了 这样让他比肩王子东和邓小平觉得敢与邻国打仗 然后进一步的掌控军权 来为他的权力服务 另外在香港造势也是这样 摆香港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 然后显示他不仅是大权在握 而且可以为所欲为 类似于当年毛泽东在砸烂西战的过程中的为所欲为 但习近平做这个事究竟是个目的 其实他盘算的就是一件事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都在谈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 就是习近平上任以来 内政外交都是一败涂地 然后党内各派还有政治老人都希望他下台 至少两届任期到了就走人 而且据体制内传出的消息 在今年下半年11月要召开的五中全会上 会继续讨论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 甚至可能有可能敲定 那么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做了一系列的动作 就在这次人大政协的会前 两天突然通过党媒发表他的一个旧文 是当时在2018年通过强制修宪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之后 习近平以权力斗争的胜利者 站到权力高峰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讲话 作为两会前的一个文章 先造发出来 在显示他不改变主义 他仍然想长期执政或者是终身执政 想实现他当现代皇帝的梦想 那么同样道理 他在中印边界循行之事 是为了给他制造绅士 制造绅士 他要所谓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实际上是实现中共红朝的复兴或者中兴 要对外打一仗 或者摆脆腐强硬的姿态 那么在国内 王沪宁的宣传系统也配合民族主义的鼓噪 似乎现在的中国到处受欺凌 受霸凌 不仅受到美国的霸凌 还受到了印度的霸凌 受到了南海周边国家的霸凌 而中共必须出这一口恶气 而且连香港问题都解决不了 台湾也解决不了 所以有必要往外冲 所以大家通过极端的民族主义的煽动 在国内的确制造了一种 网络上制造了这么一种气氛 跟国外 国际上看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气氛 国际上都在谴责中共 都在谴责习近平 倒行逆施 然后对内镇压 对外威胁 而国内的舆论却大捧高捧习近平 不仅把它放在头版头条 而且把它似乎民族主义这种扩张侵略霸凌周边国家 还描述成仿佛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某种大无畏的精神 某种打引号的这么一种英雄的行为 在进行大捧大吹 所以是中国境内外形成完全的舆论对照 这跟当年的大清末年 中国境内都是一片义后团的喊打喊杀的声音 和文革时候 毛泽东策动的文化红卫兵运动 也都是对外国使领馆采取攻击攻打 喊打喊杀之声 今天的习近平 王沪宁所造的声势 造的舆论是一样的 跟整个国际社会形成完全相反的一个格局 而习近平之所以在印度搞这一项 我想他是深东及西 是希望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能够吸引到这里来 那么是不是要到处开战 美国和欧洲疼不疼的出手去帮印度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 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砸烂香港 除了利用大瘟疫 人们不方便出街上街之外 还有就是把这个话题也成为一个主题 吸引国际社会的视线 就像毛泽东已经不在乎西藏的经济和工业 人民的生活会怎么样 他在乎的是共产党彻底的占有西藏 同样 习近平也不在乎香港的繁荣稳定 或者是外资外企 或者是外资的渠道 他在乎的是他的上层的家族利益 还有中共对香港的彻底控制 再一点 香港这个话题也可以转移视线 因为如果没有香港这个话题 如果这次两会不是所谓港版国安法的话 那么这两会的主题本来应该是大瘟疫 是说这次大瘟疫做得怎么样 它的原因怎么样 处理过程怎么样 后果怎么样 这会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但是把港版国安法作为这次人大这些两会 就成了中国炒作的焦点热点 而且也让国际社会把这个作为热点 通过攻印度 声东击西 通过砸香港转移视线 总之 习近平心理盘算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他的权力 他不甘心内政外交的失败 也不甘心党内各派对他的围堵 逼他两届下台 到齐下车 然后要安排接班人 他不甘心 他要做最后的一搏 利用习家军 利用习家军掌握的职务关键 再有就是利用他所掌握的军队 武警 或者是各种特务机构 特警局 继续抓住权力不放 赖入权位不走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那叫做不收敛 不收手 继续顶峰作案 就在习近平当局要在人大政协两会上强推港版国安法的时候 在互联网上 国内外的互联网上 人们注意到有两段视频封冲 一段是邓小平会见李嘉诚 当时李嘉诚问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邓小平再三承诺五十年不变 李嘉诚追问说五十年之后邓小平说那就更不用变了 另外一段视频是前总理朱镕基会见香港人士 他说香港回归祖国 谁搞坏了香港 谁就是民族罪人 这段视频也在网上疯传 根据习近平的顽固性格 可以设想在记者和习近平之间有一番对答全党小段子听 有记者问习近平 说邓小平说过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之后就更不用变了 你怎么看 习近平回答 反正不是我说的 记者又问 说前总理朱镕基说 谁搞坏了香港 谁就是民族罪人 你怎么看 习近平回答 反正不是我说的 记者又问 习近平总书记李亲口说过 在香港贯彻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习近平说 我说过这个话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什么时候 什么场合 记者说 2015年在人民大会堂里会见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时候 习近平说 我都不记得了 你怎么还记得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明镜需要报告 明镜需要报告 明镜需要报告